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弱小一点的比如南宋 不过南宋就算是在弱小面对外来侵略时 南宋都会有人站出来勇敢抗击 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印象中弱小的朝代 他对外战争的胜率超过70% 因此这个弱小是相对而言的 相比于历史上的清朝 南宋就要明显好得多 记得在亮剑中 李云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台词 狭路相逢勇者胜 对于晚清的统治者来说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他们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不断地被欺辱 最终使得国力越来越衰弱 唐死以往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了 晚清国力衰弱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封建地址 不太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因此 有不少先进人是主张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1912年 宣孔帝溥仪宣布退位 清朝统治正式结束 展开全文说到溥仪 他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人生角色也经历了多重转变 从皇帝到被推翻 再到后来 为满洲国的傀儡 以及再之后的战败俘虏 如果抛开溥仪的身份不看的话 他的前半生的确是比较跌倒起伏的 在溥仪的晚年时期 他也曾经根据自己的回忆 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做《我的前半生》 当溥仪写这本书的时候 估计他自己的心里也会有颇多的感慨 说到溥仪一生当中最安定的生活 还要数他在1959年被特赦之后的日子 在1959年9月份的时候 中央通过了关于特赦一部分罪犯的决定 在一开始时 溥仪并不认为特赦的名单里会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结果让他很记外 特赦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被 特赦之后 溥仪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位合法公民 在1960年的时候 溥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 果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 也没有他贵重 那么这个被溥仪是若珍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让人很意外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溥仪自己的选民证 在溥仪看来 他把选票投入红色票箱的那一刻 他成为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 成为了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主人 在笔者看来 溥仪的晚年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对于此事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